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我是实习主播Jennifer 加拿大第四大银行满地可银行和网上银行Simply Financial传出数据泄露事故 有黑鹤声称取得一共多达9万个客户的个人和财务户口资料 有消息指声称取得上述银行资料者向媒体发出电邮 勒索银行100万元 威胁赎金不到手便会将资料卖给罪犯 网上有部分自称为Simply的客户 称其户口的金钱在刚过去的周末被黑客盗走 专家怀疑两宗事故是同一班黑客所为 据悉该电邮写道 罪犯会利用Simply和Bmo的客户资料 公卡号码 出生日期和所有其他个人资料去申请信贷产品 电邮的结尾附有一些资料本样本 为安省一男子和卑诗一女子的姓名 出生日期 公卡号码和户口结余 电视台CBC联络电邮内该卑诗女子 对方确认有关资料是正确的 连电邮内的户口三条保安问题也是准确的 满银指 黑客声称偷去敏感资料 有可能是属于近5万户客户的信息 并威胁会将信息公开 马银称 相信公鸡来自加拿大以外 但不肯详述何种数据受影响 发爱人贾玛尔说 我们了解到未验证的说法 称客户个人和财务数据可能被诈骗者获取 有人发出威胁 我们的做法是不会向骗子付钱 我们聚焦保护和帮助客户 贾玛尔说 银行在进行全面调查 并与相关机构配合 除满银外 加国另一大银行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旗下的网上银行 Simply Financial也说 也收到资料泄露的通知 并涉及4万户的资料 两间银行均指在周日收到骗子的通知 而银行与昨日早上披露有关事件 Simply昨日说 他周日得知该信息 已经引入额外网上保安措施 例如加强网上诈骗监督 增加与相关机构的合作 加马尔说 满银与Simply的两宗数据被窃事件看似相关 而银行正联络受影响的客户 皇家骑警正是警方正在积极调查事故 但未有进一步说明 Simply指 会联络受影响的客户 又承诺会给诈骗影响的客户 全数退还款项 发言人Patrick指 银行严谨处理事件和已采取行动 去加强监控和保安措施 现正在调查损失金钱报告的准确性 和查看哪些资料可能被取毒 暂时尚未有迹象显示 CIBC的客户是受到资料泄露事故所影响 而加拿大基于数间大银行 皇家银行 枫叶银行 和盗明银行均没有迹象指他们的客户数据被泄 满银和帝国银行均表示 他们将联络客户 建议客户监查账户 有任何可疑活动都可通知银行 联邦财政部长莫奈的发言人斯威特说 部长已经和两间银行的主管沟通 他透过电邮说 我们与联邦财务机构监管办公室密切监察情况 而银行在配合执法机构调查事件 隐私专员办公室周一说 已接到两间金融机构的汇报 当被问及资料泄露的消息来源时 银行没有直接回应 网络保安研究人员塞古拉表示 黑客自行通知资料被盗的情况是很罕有 此举会使黑客得到的资料变得不在之前 他指勒索者取得一定数量的数据 并会显示证据证明和勒索银行声称会公开那些资料 网络防御公司的梅森指 认为两宗事故的骗徒为同一班人是合理怀疑 据他所看到而言 他怀疑攻击有可能属于叉士攻击 他与一般钓鱼士攻击不同 钓鱼士是随意性 希望有人会坠入陷阱 而鱼叉士则有针对性 利用技术去让目标交出数据 梅森称 进行于差事攻击者 甚至会挑选在银行和金融机构内的人士 以他们为攻击对象 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移民 因被控贩卖可卡因而认罪 并被判处9个月的监禁 他在出狱后已认罪前 并不知道他的移民身份 将会受到刑事程序的影响为由 提出上诉 要求撤回认罪请求 并宣布认罪无效 但被法庭驳回了上诉要求 该民华裔移民后 向加拿大最高法院上诉 法官认同其被剥夺了 在知情的前提下 做出决定的能力 允许其撤回了认罪请求 并宣布认罪无效 将该案提交给原先的法院 重新开展联讯 法庭文件显示 该宗上诉案的上诉人姓王 他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他在25年前因中国政府打击民主运动 而离开中国大陆 并移居加拿大 他在贝斯省与他的妻子 以及在加国出生的女儿一起生活 他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王先生在2012年春季被控向一名 卧底警员出售少量的可卡因 他因此而面临一项贩卖可卡因的刑事控罪 他在2014年初认罪 法官在判刑时 接受了王先生是贩卖可卡因的低级玩家 法官还强调 王先生过往曾有刑事犯罪记录 曾在1994年因拥有盗窃财物而被定罪 他在给王先生定罪后 判处了他9个月的监禁 王先生在进入认罪答辩时 他并未意识到 他被定罪和判刑 可能是导致丧失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 他也没有权利就遣返提出上诉 他作证说 他在认罪前并不知道 他的移民身份将受到刑事程序的影响 他的律师也没有询问 他在加拿大的移民身份 也没向他解释 他的移民身份将受到刑事罪名成立 或判刑的影响 他没有就认罪可能对移民身份造成的后果 给王先生提供全面的建议 由于王先生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他的认罪和被判刑导致严重的后果 不过 接到遣返令的永久居民 可以向移民上诉庭提出上诉 上诉庭将考虑人道和同情的理由 来决定是否搁置遣返令 然而 根据现行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法 永久居民因犯罪而被判处 监禁至少六个月 是没有权利提出上诉的 因此 王先生被判处九个月监禁的后果就是 无论基于任何理由 包括人道和同情的理由 他失去了就任何针对他的遣返令提出上诉的权利 裁决书中说 法官认为 王先生被剥夺了在知情的前提下 做出决定的能力 他最后被剥夺了一个公平的程序 法官最后裁定 王先生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认罪 并由此导致司法不公 他批准了王先生的上诉要求 允许他撤回认罪请求 宣布认罪无效 并将该案交给原先的法院重新开展联讯 5月27日早上 Kamloop以北的Darfu储油站 发生了100升左右的原油泄漏 发现泄漏后 Kindle Morgan立刻通过内部系统 停止了油管的输运 并对储油站和输油管道进行了隔离 排查问题后 在下午3点20时恢复了输油运营 而就在今天5月29日早上 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 以45亿加元买下Kindle Morgan的 跨山油管扩建项目 交易将于2018年8月完成 加拿大联邦政府称 不希望长期持有这一项目 将在合适时机转让给其他人 就原油泄漏 Kindle Morgan发了一份声明 从声明中得知 泄漏的物质是中置原油 但是并没有不染到储油站以外的地方 目前原油泄漏不会对周围的水源造成影响 因为原油中的本气发挥对人体确实有害 所以现场人员专门监测空气质量 并将结果通知了当地居民 本气气体本身有致癌的可能性 虽然空气质量监测没有公开 但是不能否认气体泄漏的可能性 而据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联邦官员消息报道 加拿大联邦财政部长莫奈与康德摩根公司 已经达成原则协议 允许具争议的跨山油管扩建计划 今年夏天如期进行 双方的律师和官员 周一晚仍在敲定协议的最终文本 莫奈财长于今天早上正式公布协议 据报了解谈判的一名高级官员说 莫奈在谈判中达成协议 使我们能够新建油管 这将是新建工程的开始 综合加新社及CBC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考虑了三个选项 其一是政府买下计划并接手扩建 然后在竣工后出售 其二在过渡期买下计划 然后卖给投资者 由投资者处理建设事宜 第三个事项 则是由跨山油管原来的建筑师 康德摩根继续施工 但由沃金政府因政治干预造成的超知 最终加拿大联邦政府选择了选项一 45亿嫁元完全买下 竣工后出售 联邦内阁提前于今天早上7时半开会 廖莫奈将向阁员报告谈判结果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周一未有透露与康德摩根的谈判内容 但重申联邦政府无论如何 必定会扩建油管 康德摩根行政总裁Steve King 也未有透露任何口风 称不会公开谈判的内容 都说多伦多的幸福安全指数很高 但是最近 多伦多似乎有点太过不太平了 从周末到周一的三天时间内 枪击案连连不断 让人暗自捏了一把汗 整个案件梳理下来 在短短三天时间内就发生了八起枪击案 造成两人死亡 四人受伤 其中两人重伤 虽然大家都知道 大多区域太广 所以其中当然也会存在一些相对较乱的区域 不过如此频发的枪击案 而且案发时间也如此接近 不免令人有点担心 毕竟在此之前 多伦多是幸福安全指数数一数二的城市啊 今天上午大概9点左右 位于释迦堡 Steels和Warden附近的35号和37号Eagleville Crest 发生大火 现场一片混乱 多伦多消防部门出动多部消防车灭火 连邻近的万锦市消防车都赶来增援 由于该区居民华人较多 现场看到的几乎都是华人面孔 据37号Eagleville Crest南亚医务主介绍 他先是闻到了浓烟 之后夫妻俩一起逃出房子 他连鞋子都没有来得及穿 袜子也跑丢了一只 他说邻居35号是华人 好像邻居家没有人 是35号先起的火 殃及他的家 他怀疑是电线线路引起的火灾 他的太太望着自己家着火 双肩发抖 不停地哭泣 有华人邻居不停地安慰他 救护车到场后 救护人员询问了两位屋主是否受伤 是否吸入浓烟 并给女屋主做了简单体检 现场消防人员说 着火的房子内没有人员伤亡 加拿大食物检验局回收16种口味的有机婴儿食品 源自包装问题可能导致产品发生腐坏 8种口味President's Choice Organics产品和8种口味Love Child Organics婴儿产品被从市面撤下 因为有问题可能导致腐坏性微生物渗透进入包装造成产品变质 受影响范围的产品 他们以128毫升袋装销售 最佳使用日期在2019年5月25日或以前 加拿大食物检验局说 暂没有收到任何相关致病报告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港湾播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及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被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